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 星期五因为胰脏癌并发症逝世 享年87岁 多名政要和自由派的领袖纷纷哀悼金斯伯格 列举他生前公开支持女权 胎权和同性婚姻权等民主贡献 我认为这些年轻人的贡献 和她永远的 legacy 但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选择 总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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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统 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之中 自由派占了四位 金斯伯格就是其中一人 不过他病逝后 意味着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 有机会委任保守派法官加入最高法院 今后保守派将会占尽优势 左右着美国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政策和方向 金斯伯格在1993年 由前总统克林顿任命 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法官 同时也是唯一一位犹太裔大法官 他个性鲜明 感怒感言 公开支持女权 堕胎和同性婚姻权 因此被外界嘲讽为声名朗吉的金斯伯格